三国旗女子黄月英,一副是刘表,与孔明齐名,制作牧牛刘马。 黄月英为了考验一下诸葛亮,便盯主父亲,提亲时就说自己是个黑皮肤,黄头发的丑女子,但才时可与她相比,看她如何应对。 出乎意料的是诸葛亮虽未谋面,但知道此女子才气逼人,竟然立刻就答应了黄承彦。 顺理成章两个人就很快成亲了。 在成亲的当天,黄月英命人给自己的头上盖上红布。 后来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,黄月英竟然变成了丑女,看来和她父亲当初考验诸葛亮时说的话有关系吧。 人常言,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 诸葛亮背后的这个女人,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要优于她。 身为书香门帝的黄月英,勤劳善良,知书达理只能说是对她浅薄的描述,她上知天文下知地理,琴奇书画样样精通,饱读经书精通兵法,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全才。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,她还是木制机械的鼻祖。 制作过木制狗,牛,虎,做出的木制人甚至还可以分担人力。 诸葛亮的很多机械知识都是与她共同研究所得。 在孔明北伐时期,蜀汉运送粮食的木牛流马也出自黄月英之手。 还有当时广泛运用到作战中的武器连弩,和她也有著密切的关系。 可大家会问,这魔才貌双全的奇女子,为什么历史上对她的记载却很少呢? 其实是有的,在她的家乡襄阳,当地的人们还为黄月英修建了庙宇。 直到现在当地还有很多她与诸葛亮的一些动人的事迹口口相传。 只不过生在那久远的封建社会,即便你是个才华出众的人物,甚至可以和诸葛亮相提并论,但也逃不过封建思想对女人偏执。 只能在诸葛亮的背后,为她默默奉献自己。 如果以后我们在谈论诸葛亮神呼其神的时候,想起她身边还有一位这样出奇的贤内助,也算是对黄月英的一种告慰吧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真实曹真、诸葛亮六次北伐四次和曹真交手,谋略人品远胜司马懿。 当您్来ディンチオ坠像,臨人品远沙様内做驾囉。 尻 Linda可爱识得一个人作为您做事。 你但是更 efecto。